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类型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知识点了 难度不大 就是需要背一背 怎么背呢 就是他给一个标准 我们知道分成哪几种类型 或者说他给了类型 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标准 这块理解的少 主要是怎么办呢 咱们得记 好我们先看一下金融市场 它的类型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类型呢 这些类型综合在一起 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金融市场的结构 其实在我们中级经济基础的金融部分 它就叫做金融市场的结构 说白了吧 就是金融市场里头 包括了很多的子市场 这些市场都是相互联系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系统 那么研究这个市场的类型 研究它的结构有用吗 有用 了解一下就行了 判断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 确定它的特点 完善管理有重要意义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咱们来看一下第一类 按交易标的物的不同来划分 这个呢 读一下就行了 不用搭理它 为什么呀 交易什么 它就是什么市场 是我交易的是黄金 黄金市场 我交易的是股票 股票市场 我交易的是债券 债券市场 我交易的是外汇 外汇市场 我交易的是这个期货期权 那衍生品市场啊 我交易的是保险的保险市场 交易什么 它就是什么市场 这些呢 蒙也好蒙 所以这个呢 不用管它 诶 这就省事了啊 有一个咱就歇了 那么第二个呢 是按照交易中介作用的不同来划分 这是一个重点内容 两颗星 三颗星吧 三颗星吧 这个是重中之重 按什么 诶 交易的中介的作用不同 那么这个中介有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介咱们说了 你像这个银行算不算一个中介呀 那当然算了 是吧 假把钱存银行 银行把钱借给已 银行是一个中介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要去买股票 我找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帮我去买股票 证券公司 它也是一个交易的中介 但是这个银行跟证券公司一样吗 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一定要理解 咱们看一下 证券公司 跟银行 它哪不一样呢 好 那你比如说我们这是假 这是乙 假呢 有钱 那是资金的供给者 他可以把钱存到银行 银行把钱贷给已 这里边需要几个合同的 两 假存银行存款合同 银行把钱贷给乙 贷款合同 而且假乙之间 有单线联系吗 没有 乙倒了币 假担心吗 不担心 你倒你的 银行不倒币 那我就高证无用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间接融资 间接的 乙就不认识假 是吧 他们都是跟银行打交道 像这种叫间接 那么你比如说 假有钱 对吧 乙呢 缺钱 乙怎么办呢 乙找这个证券公司 干什么呀 这个我发行证券 我发行股票 那我假呢 去证券公司 我要买乙的股票 那么这个时候的 证券公司担风险吗 不担风险 为什么 你让我买 我就买 你让我卖 我就买 所以证券公司跟银行不一样 银行又担风险呢 对吧 银行把钱带出去 说不回来 银行倒闭呀 银行出问题呀 对吧 银行倒霉呀 这不一样 说你假买了你的股票赔了 赔了跟我证券公司没关系 我只是没人嘛 对吧 你们结婚幸福不幸福 那我只是祝福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你看证券公司跟银行 它的这个地位 它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 证券公司 它只是拿一个佣金 对吧 它只是一个经纪人 起到这么一个什么呀 一个这个broker 是吧 一个怎么说呢 代客买卖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银行是要拿利润的呀 所以呢 像证券公司 这属于什么呢 这属于直接融资 像通过银行 这属于什么呢 属于间接融资 所以说直接间接不在于有没有中介 而在于什么呢 中介 它在整个过程中 它的地位 还有它的作用 这是一道单选题 常考的是什么呢 哪些算直接 哪些算间接呢 你就考虑 如果对方倒了币 我们这儿担心不担心 通过直接倒了币 担心吗 担心 血本无归啊 通过银行 倒了币担心吗 不担心 这么判断就可以啊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说直接跟间接 我们咋蒙呢 这么蒙 看到银行俩字 基本上就是间接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啊 但是一般考试的角度来讲 说银行的这种就是间接 所以呢 它是什么呢 以银行等信用中介机构作为媒介 这就属于什么呢 这就属于间接 你说这个直接呢 就是直接 资金修正直接向共计者农通资金 其实你光看它这个定义呢 很多时候它不好理解 通过这个我觉得好理解一些了 是吧 就通过证券公司 其实这也叫直接 因为证券公司呢 它只是一个没人 只是一个经纪人代理而已嘛 哪些属于这种呢 债券股票 一般是什么呢 直接 要注意啊 要注意 好 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 公司债券 国债 它属于直接 银行债 金融债 一般属于间接 像什么大额存单呢 什么银行成对汇票啊 都属于间接 这块要注意啊 后边咱们还会讲到 在这儿呢 咱们先知道就行 那么直接跟间接的差别在哪呢 单项选择题 是不在于呀 他是不是有中介 你看 直接有 间接也有 那么关键在于哪呢 哎 在于这个中介机构 他在交易中的地位和性质 这就可以了啊 哎 你像这个直接里头啊 都是信息中介啊 服务中介 是吧 他不是挣利润的 是吧 哎 就属于直接的 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一二年的啊 直接金融市场 与间接金融市场的差别在于哪了 直接跟间接的差别 嗯 是否有中介 中介的交易规模 中介的这个活跃度 中介的地位性质 怎么说 不在于有没有中介 是吧 在什么呀 哎 在于他这个地位和这个 呃性质 像银行这样的呢 哎 就是间接 像证券公司这样的呢 哎 那就是直接 这就可以了啊 在第五章 还会讲到 咱们先理解了他啊 心里面就踏实了 呃 第三类呢 是按交易的性质不同 三颗星 如果让我出题的话 2021年 我会出一道题 这块出题 会非常的灵活 而且也特别喜欢出题 按什么分 交易的性质 啊 有的地方呢 是按交易的这个阶段 有的地方呢 是按发行和流通的阶段 啊 这块一定是重中之重 也容易出错 因为交易性质 跟这个发行和流通呢 它关系不是很密切 所以这块咱们使劲的背 多背几遍 集中啊 交易性质是发行流通 发行流通 哎 多背几遍 考试的概率是相当的高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 发行市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没有 哎 首次出现 也叫几级呢 哎 一级市场 也叫初级市场 这种说法 会贯穿我们整本教材 啊 就是发行市场 流通市场 我们在每章里边 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所以这块 咱们先把它理解了 发行发行 什么意思 就是原来它是没有的 是新发行的证券 啊 或者是票据等等 哎 是最初从发行者手里边 出售到投资手中 一般我们怎么说呢 叫认购 哎 一般叫认购 啊 发行呢 哎 它是基础 啊 它是前提 你没有发行 你拿什么去流通呢 哎 比如说环球网项 是吧 我们上市 哎 干什么呀 哎 首次发行股票 我们IPO了 这叫什么市场啊 哎 叫股票的 发行市场 当然还有债券的发行市场 啊 等等 记住啊 发行就是原来没有 哎 新出来的啊 一般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认购 那么什么叫流通市场啊 流通说白了就二手的 哎 也叫什么呢 哎 二级市场 或者叫次级市场 哎 是什么呀 哎 已经发行了的证券 啊 或者是票据 怎么办呢 哎 转让 哎 交易 这干什么呢 就买卖了 啊 买卖了 好 那么流通市场呢 它是一个补充啊 二手市场里边好卖 发行呢 也好发行 你像来人体育 四块多发的 是吧 结果呢 哎 一倒卖变成三块多了 请问好发吗 这个 不好发了 是吧 哎 都破发了 对吧 哎 好 这个呢 咱们注意就行了 所以流通市场呢 有一些个作用啊 影响着这个发行市场的这个价格啊 影响着这个呃 反映着这个呃 经济的态势 这个了解就行了啊 二手的好卖 一手的肯定要好卖一些 二手的买了就砸手里面了 那恐怕发行也就困难了啊 这个考什么呢 呃 考这个案例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京东商城 哎 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了 哎 然后请问这是哪个市场啊 哎 14年的时候吧 我记得啊 考过这么一个题 说这个京东商城去纳斯达克上市啊 什么情况啊 哎 就是属于首次公开发行 IPO去了 哎 像什么这个什么呀 哎 像马云这个啊 哎 阿里巴巴学上市 当时属于什么呢 也属于这种发行啊 给个例子呢 我们记住就行了啊 考案例分析题呢 也喜欢考 就给个案例 里边问你啊 这是个什么市场 发行的还是流通的呀 他往往跟第五章的那个证券的 哎 一块考啊 或者跟投行一块考 这块一定是重中之重啊 要把握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要点 这个呢 了解就行了 在意识场里面 有谁呢 哎 投资银行 我们关系叫证券公司 那经纪人 那证券商 哎 是什么呀 哎 是经营者 是吧 他们帮着去卖 啊 哎 你像这个环球网校 比如发行这个证券 发行股票啊 他得需要有人去辅导啊 谁去辅导啊 哎 投行 是吧 哎 有人要买股票 得需要经纪人 是吧 另外还得有券商 啊 那么流动市场呢 有两种形态 这个呢 不多说 了解就行了啊 有固定场所的 叫有形的 比如说证券交易所 是吧 哎 这是一个核心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还有分散的 就场外的 叫无形的 是吧 哎 主要是这种 通过计算机网络的 啊 好 这个一会咱们还会聊啊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金融市场按交易性质 可以分成什么 啊 你别感觉这么简简单的一道题 说实话 还真有可能啊 就来这么一下子 哎 呃 交易性质 交易中介是直接间接 对吧 交易性质呢 是这个发行跟这个 哎 流通啊 选这个C和D啊 这得记住了啊 我总感觉着这个考试概率是蛮高的 我们两套卷子嘛 弄不好 就一套卷子就来这么一套 好 我们来看一道一股人的考题 说 某投资者呀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呢 买了一家啊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这个股票 那么请问 这个市场叫什么市场 哎 他就考这种什么呢 哎 比较灵活的题目啊 嗯 怎么买的呀 这说的很明白吗 是首次公开出售 首次就是原来没有 那就是新的 新的属于什么呀 新的属于发行市场啊 那如果没有发行市场 写一级呢 也对 初级呢 哎 也对 如果考一个啊 说某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呢 哎 是买了一家呢 哎 已经发行了的股票 那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二级市场 或者叫流通市场啊 这个选币 要注意这个题目的变换 好 第四类呢 是按交易有没有固定场所分 这个蒙也能蒙对呀 有固定场所的 叫场内 也叫做什么呢 哎 有形啊 呃 没有固定场所的呢 哎 叫场外 也叫什么 也叫无形啊 场内有什么呀 场内你像全球最大的 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呀 哎 你像我国就是有谁呀 哎 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呀 哎 证券交易所呢 哎 它是整个啊 证券市场的核心 啊 交易所本身呢 并不买卖 但是呢 呃 它怎么办呢 哎 它提供一些服务啊 一些规矩 是吧 哎 也不决定证券价格啊 好 那么我们看场外 场外 也叫柜台OTC 场内场外 哪个最先产生的呀 实际上是场外 啊 最先产生的 那其实场外呢 它是最原始的 啊 呃 后来呢 人们发现呢 说场外呀 好多不变啊 比如成本高啊 交易呢 信息披露不充分呢 哎 组建场内 那么场内 它会不会 把场外给干掉 替代了它呢 这是一个多选拟的选项 我们看一下啊 说场内市场 它的发展呢 是不能取代 场外市场的 这句话呢 我们得知道 另外实际上 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 随着通讯的 随着网络的发展 场内场外呀 已经是越来越模糊了 电子化 网络化 是吧 无纸化 越来越模糊了 场内呢 一般来讲呢 是进价 哎 什么意思啊 一帮人 我要买股票 我出三块 我出两块 我出三块五 我要买股票 我出四块 我出 哎 是双方出价 最后碰 碰上以后成交 碰不上 啊 那就流产了 啊 这属于什么呢 场内一般是进价 而场外呢 那简单了 哈 比如说我 哎 还有一个张三 我们俩想买股票 场外吧 哎 我们俩约了个小酒馆 啊 兄弟 来咱喝两杯 哎 我这股票我想买 给你五块 不行 你给我五块五 五块三 成交 这属于什么呢 场外 啊 场外什么状态呢 哎 它是一种溢价 哎 当面商量 能讨价还价 场内可没人还啊 就是出价 哎 哎 所以什么呢 价格优先 时间优先 啊 场内场外 其实呢 除了场内场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第三市场 还有第四市场 考试也容易考 咱们在第五章 在详述啊 什么叫第三市场 什么叫第四市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9年的单选题 说按照金融交易 是否有固定场所 那么金融市场分成什么呀 那就是有固定的叫场内 没有固定的叫什么呀 哎 叫叫场外呗 那选定了 啊 所以你看 有时候考题呢 就这么 给你来这么一下 也不管他拿还是简单吧 就看我们是不是啊 把这块给炸 我下来了 好 选的是D啊 好 咱们看第五类呢 是按交易的期限不同 这还用背吗 前面咱们讲金融工具 已经讲过了呀 按照交易的期限不同 分成什么来着呀 哎 货币市场跟谁呀 哎 资本市场 货币上什么呀 一年以内 还一年 短期的 哎 资本上什么呀 一年以上 这就不管他了 不管他了 好 我们来看一道淡选题 期限在一年以内 短期的为媒介的 这叫什么市场啊 一年以内的短期的 那就是货币市场了 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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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考试里头啊 哎 还挺喜欢考这么一个题的 虽然不难啊 但是呢 哎 还真 想考就考一下子 好 咱们看第六类呢 是按地域的范围不同 大概了解就行了啊 按地域范围来讲 有什么呢 哎 有国内的跟国际的 国内什么意思啊 就在国内捣腾呗 是吧 哎 交易呢 本币计价 啊 受本国法律的这个规范保护 哎 有全国性的 哎 有地区性的 这个没什么东西啊 哎 那么国际金融市场呢 那就是在什么呀 哎 国际交易呗 啊 资本呢 它会有一个流动 啊 大多数的啊 国际金融市场呢 是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 属于无形市场 啊 这个呢 我们在第十章 国际金融会详述 不过 这里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呀 我想在这儿呢 咱们先分享一下 好 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呃 叫什么呢 哎 叫国际债券啊 有外国债 有这个欧洲债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外国债 啊 外国债呢 一般来讲呢 涉及到两个国家 哎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外国人去日本发行债券 那以什么来计价呢 以日元来计价 那很显然 几个国家 哎 说美国人去日本发行日元债券 美国日本两个国家 这叫外国债券 啊 你比如说美国人去日本发行人民币债券 几个国家 美国人 日本人民币 三个国家 这叫欧洲债券 欧洲债券 不一定在欧洲啊 他只是一个境外的意思 这是欧洲债券跟外国债券的区别 去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位置我就讲了一下 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外国债券 结果 考试的出帝者很给面子 还真考了一个 啊 那咱们一块约定俗成一下啊 那么 说美国人啊 美国人啊 这个去日本发行的日元债 叫什么债券呢 就是以本国特别有名的那个来命名 日本哪个有名啊 有人说樱花 武士吧 哎 所以叫武士债券 这要记住啊 考试就问你啊 说老外去日本发行的日元债券 或者外国债券叫什么 叫武士债 啊 那么老外来中国要发行人民币债 叫什么债啊 啊 梦一个 老外跑中国来发行人民币债 中国哪个最有名气啊 国宝 国宝啊 对啊 一生中有两个愿望嘛 一个是好好睡一觉 黑眼圈太严重 另外一个呢 哎 是要照一张彩色相片 怎么照都是黑白的 啊 我们叫熊猫债券 啊 熊猫债券 挺喜欢考 啊 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 比如说 去英国的叫什么呀 哎 去英国的叫盟权 哎 去这个西班牙的叫什么呀 西班牙好像斗牛的多啊 斗牛市 哎 去美国的叫什么呀 哎 美国的叫洋鸡 哎 哎 那去荷兰叫什么呀 哎 过去叫啊 伦伯兰特 现在感情叫伦伯朗 啊 这个咱们这有哈 美国的这个 记住啊 洋鸡 Yanky嘛 美国老的意思嘛 哎 洋鸡 记住啊 美国是洋鸡 哎 日本呢 日本这好记啊 日本是武士啊 哎 英国 英国是盟犬呢 哎 英国是盟犬 啊 荷兰呢 荷兰叫叫伦伯朗 有的叫玉金香 是吧 哎 这个中国呢 中国就熊猫了 啊 新班牙呢 一般叫斗牛师了 哎 这就行了啊 这就行了 去年本来说 咱们就是啊 这个这个 找个乐子啊 哎 结果你看 考试听给面子 我们看一下2020年的真评 在英国债券上发行的英镑计价的叫什么呀 英国的英镑 几个国家 两个国家 那是外国债 叫什么呀 英国叫盟犬 龙伯朗呢 这是荷兰 是吧 武士呢 这是日本 啊 洋鸡呢 哎 这是美国 是吧 熊猫呢 哎 那是中国 那保不齐今年继续来这么一道啊 今年可以考个熊猫 我觉得挺好的啊 这个选的是B 好 第七种呢 是按照成交与定价方式的不同 这咱们讲过了 那有这个公开市场 还有什么呢 溢价市场 这是按什么 成交跟定价方式 一般在场内呢 是这种公开的 是怎么着呢 哎 是净价 咱们说了吗 就是你出一个价 我出一个价 最后价高者得 没有讨价还价 啊 什么叫一价呀 那就咱们商量着来呗 哎 你说五块五 我说五块三 啊 最后到底五块几呢 哎 咱咱边喝酒 边吃边聊 那总有一个 哎 达成的时候啊 这是协商而来 哎 一般来讲呢 是没有固定场所 厂外是商量来 一价啊 像厂内的一般是什么呢 哎 这个公开市场 净价 这他讲了啊 没问题 最后一个啊 是按交易交割的时间的不同 说咱们这个成交后啊 及时交割 这个及时呢 可能是一天 可能是两天啊 反正就几天之内吧 叫做什么呢 哎 及期市场 一般的教材上叫什么 叫现货 啊 现货 那如果是达成交易了啊 说什么时候交割呢 哎 不是立刻交割 什么时候交割呢 哎 是一定时期以后 咱们再交割 这叫什么呢 哎 这个叫做远期 啊 远期叫什么呢 哎 就属于这种期货市场 啊 咱们说叫集期跟远期啊 有的教材上叫什么呢 现货跟期货 这个呢 也好理解啊 就是 呃 及时交割啊 及时交割 叫做集期啊 约定啊 以后一段时期交割呢 叫远期 我们看一道单选题 金融市场分成了公开的跟溢价的 它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这是一种啊 一类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交割时间成交定价方式 交易性质 交易中心 哪个呀 哎 这个选币啊 成交跟定价的方式 哎 这价吗 这不有价吗 是吧 你看这不是价吗 交过时间是那个集期跟远期 是吧 交易性质是那个发行跟流通 是吧 交易中介是那个什么呀 哎 直接跟见见 啊 呃 这题是我出的啊 保不齐的话 初题老师 要是跟我想法一致呢 也来这么一道呢 哎 呃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本节的小节 啊 小节完成以后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啊 我们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有所得啊 呃 能理解的呢 我们尽量理解了它是吧 哎 这个呃 能记住的口诀呢 咱们尽量记住了它 一些小细节呢 咱们下来再好好的看一看啊 一会儿呢 有老师帮咱们刷题 呃 原意据呢 是一小时四十分钟 结果看到大家以后比较激动 结果讲多了 超时了啊 在这儿呢 这个 有点抱歉了啊 稍微多了一点点 是吧 整个一节吧 好 咱们来总结一下啊 看一看 我们今儿晚上学的东西 呃 首先呢 是金融市场的概念啊 呃 它是什么呀 呃 金融资产为交易对象 呃 它是一种什么呀 呃 是一个场所 有有形的 有无形的 呃 那么另外呢 呃 它是资金的 呃 供求双方的一种什么呀 呃 供求关系 呃 另外还是什么呀 呃 它是一种运行机制 是吧 它在各种运行之中 哪个最最的重要核心呢 呃 这个价格机制 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含义 那么另外呢 有要素 啊 三个基本要素 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三个谁呀 主体 客体 跟价格 两个最基本的是谁呀 呃 是主体跟谁呀 跟客体 啊 谁就决定意义呀 哎 主体 他有决定意义 那么主体都有谁呀 哎 主体他们就是参与者 啊 他们都有双重身份 哎 既是资金的供给者呢 哎 又是资金的需求者 啊 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讲呢 哎 他是主要的资金供给者 对于企业来讲呢 三重身份 是吧 又是重要的资金需求者 又是重要的资金供给者 他还是什么呀 哎 套期保值者 啊 政府呢 哎 他主要是什么身份呢 资金的需求者 金融机构呢 他就身份啊 多了呗 哎 最活跃 而且是支配地位 对吧 哎 他既是资金的需求者 又是供给者 他还是中介人 哎 多重角色 啊 那么金融调控和监管机构呢 主要讲的是中国啊 中央银行 是吧 哎 他有三重 第一个是交易主体 第二个呢 哎是调控机构 第三个呢 哎是监管机构 啊 交易主体 就是最后贷款人嘛 哎 调控呢 哎 通过公开上操作 啊 买卖证券 啊 监管呢 就跟别的监管机构啊 共同的来去监管嘛 这就是他的主体 好 那么课题呢 哎 就是金融工具 哎 说白了就是货币资金吧 哎 金融工具呢 有一些个分类 最重要的啊 得知道原生跟衍生 衍生呢 是期货期权互换 是吧 哎按期限长短呢 有货币资的 还有资本市场的 哎 另外呢 有这个股权的 跟债权的 这都好理解 啊 要特别注意呢 金融工具的性质 叫风流收器 啊 风流收器 哎 那么风流收器里边呢 这个风险性呢 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 是吧 一个叫信用风险 一个叫市场风险 啊 信用风险就是对方违约了呗 哎 市场风险呢 跟价格波动有关 利率呀 汇率呀 股票的价格呀 哎等等 啊 好 叫风流收器 啊 这里边的流呢 跟他们仨呢 都是反向的 这仨之间呢 期限性 风险性 收益性 这仨之间呢 哎 是同乡的 啊 那么最后呢 哎 是金融市场的分类 一共分了八类 啊 呃 交易中间这个呢 要特别的注意 直接间接啊 不在于有没有中间 而在于中间 它的地位和性质 按交易性质来讲呢 发行跟流通 一定要把它拿下 啊 好 那么再有呢 哎 那个盟犬呢 哎 什么熊包了 哎 那些个债券呢 要特别注意啊 啊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主要内容和重点内容 啊 呃 会了的 我们做题巩固巩固 啊 哪有问题的话呢 哎 咱们再把它背一背啊 我们下周的周四晚上呢 哎 是第二节 一整节 呃 如果大家能受得了的话呢 我们再讲一下第三节的啊 这个呃 上半部分 啊 这是下周的任务啊 第二节和第三节的上半部分 咱们看情况啊 啊 有老师在放心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呃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没有啊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就交给我们的这个呃 刷题老师 是吧 哎 然后呢 呃 我们来刷题了 啊 谢谢老师 爱上你了 哈哈 那是我的荣幸 啊 那是我的荣幸 哎 讲音有最新的吗 这就是咱们最新的呀 哎 哎 应该还行吧 应该能听个差不多啊 能听个差不多 反正尽量呢 咱们是接地气一些 啊 呃 呃 呃 讲音呢 咱们下次快点啊 呃 这个月 说实话 有点忙 而且咱们做的比较精心一些 哎 呃 这个 真的和老师有感情了 哎 老师你讲基础什么 讲基础啊 讲基础啊 哎 呃 金融不仔细不行了呀 咱们说嘛 考试特点 他他考的细了 啊 所以咱们要这么下来的话 啊 那考试不过 不可能 那这个这么 咱要是这么着学 那能学个差不多 那肯定是高分通过的 啊 嗯 啊 咱们是这样 就是 男的地方呢 咱们就讲慢一点 啊 一些比较简单的地方呢 咱们就讲的稍微快一些 啊 像金融市场的类型呢 呃 咱们就稍微的快一些 啊 因为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一些 啊 前面的理解性的地方呢 咱们就讲的快一些 啊 后边咱们 看情况啊 就是 男的地方呢 咱们 尽量的是慢一些 啊 简单 咱们就尽量的快一些 都有详细总结 哈哈 欧洲债券说下 欧洲债券呢 咱们后边还得讲的 欧洲债券呢 是三个国家 涉及到三个国家 哎 你比如说美国人啊 到中国 发行日元债券 是吧 你看美国啊 中国日元 这是三个国家 这样的叫欧洲债券 欧洲债券呢 它不是在欧洲 这个欧洲呢 它其实是一个境外的意思 啊 我们在第十章呢 还会详述 在这儿呢 咱们先提前呢 预热一下 总体学习进度 嗯 总体的学习进度 咱们基本上是这样吧 就是五月份差不多第一章 第二章开始 啊 这个 嗯 五月份第一章基本上就讲完了啊 第二章也差不多了 第三章呢 也差不多 我建议大家 咱们要学的话呢 呃 可以一二三四学 啊 五六七呢 可以先放一放 尤其第七章可以先放一放 啊 八九十呢 可以先学着 第十章难度挺大 应该多耗点时间 好好学一学 而且第十章 考的是真多 一般来讲 现在的分值在二十分左右 而且第十章特别喜欢考案例 还是计算的 而且越考呢 越细啊 呃 第一 老师是多刷题好 还是多看书好 在把书看懂的情况下 看好的情况下再刷题 现在光刷题不管用 因为碰到原题的概率比较小了 现在考题考的细了 而且理解的也多了 所以咱们第一步 首先要把这些东西理解 该记得记住 该理解的理解了 剩下的呢 刷题是巩固提高 跟原来不一样 过去刷题是想碰到原题 啊 现在考好几套卷子了 而且呢 呃两年之内过就行吧 所以难度呢 它也不低了 啊 所以对于咱们来讲啊 对咱们来讲 说实话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这么过它 哎 通过做题呢 来充实巩固提高 啊 考试没个不过 跟着老师有底气 好 好 这是直播吗 是直播呀 是直播呀 嗯 去年简单 去年的卷子有一套是很难的 第二套卷子啊 那案例题是挺难的啊 呃 所谓的难呢 它其实是相对的啊 是相对的 就是说 叫叫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吧 哎 你说有难的吗 有的就觉得不难 有的就觉得这个地方难 哎 今天难度会如何 难度我觉得不是特别大 就是考的比较细 考的比较细 有的地方比较偏一些 啊 整个的难度 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大 7月份开始第二轮 也可以 也可以 哎 好了 那 那咱们就开始 刷题啊 咱们再刷会题吧 要不咱们住家老师的话 回家就晚了 住家老师呢 在我在北京 我们住家老师呢 在保定啊 然后呢 在公司里边等着刷题 然后刷完题再回家 一个小女孩吧 可能就会 呃 不不太安全了 那咱们下次再接着聊 是吧 咱下次再接着聊啊 呃 咱们呢 这个 呃 先先先先听咱们这个 住家老师刷刷题 咱们看看今天咱们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啊 好了 那咱们就到这 啊 咱们就到这 呃 好了 我们下周四 晚上七点 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到这里 啊 下面请我们的住家老师呢 给大家刷题啊 我这呢 就线下线了啊 感谢大家 好 我们下周再见 1 3 本当 那 你 那么